前段我讲了个肾虚的话题 因为提了一嘴肾虚后人欲望会下降 然后就看很多网友在下面评论说什么 那我欲望大肾肯定很强 我欲望越强 有时候一天好几次 那就是肾好 你先别嘚瑟 因为这欲望太强也是肾虚 而且肾越虚欲望越大 估计这里有人该不满意了 觉得我胡说八道 咋可能欲望下降是肾虚 欲望强也是肾虚呢 其实你听我说完就明白了 首先这肾虚有好几种情况 像我前段说的肾虚欲望下降 讲的主要是肾阳虚 我们中医讲阳气有温暖振奋的作用 所以一个人肾阳虚后 他不光会怕冷手脚凉精神也不好 整天没劲 啥也不想干 只想歇着 那你想吧 这精神都委你了 咋会有心思干那种事呢 所以欲望不就下降了吗 加上这肾主生殖发育 阳虚再严重点 命门火一衰 就不光是欲望低了 生殖能力也下降 会阳尾 这种你就算有欲望了 也不中用了 那再说肾虚欲望大的 这就不是肾阳虚了 而是肾阴虚 中医认为肾中阴业少了后 阳气相对就会偏高 所以人身体里会产生虚热 热气往上走会熏扰心神 心神一乱控制力就低 加上我刚才说阳气有振奋的作用 所以就会出现阳强一举欲望大老想要的情况 但每次结束后浑身酸软 口干舌燥 然后平时手脚心还发热 另外动力太多就会伤肾 这肾阴虚再严重点 虚火太大了就会扰动惊事 那就该早泻疑惊了 所以别跟那嘚瑟自己欲望太大了 小心肾阴虚啊 当然你要是年纪轻轻 十七八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那你欲望大点倒也是正常 不过还是要直到节制 不然以后老了就该哭了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